从那去出发 沿着317国道 行驶200多公里 就到了四林措 四林措 位于深渣县 班戈县和尼玛县 三县交界处 四林措 是西藏第一大湖 中国第二大咸水湖 四林措 海拔4530米 形状 不规则 最长处 近80公里 最宽处 45公里左右 平均宽越21公里 2014年6月 测量面积 2391平方公里 站在四林措的岸边 浩荡的万寝碧波 爱戴的滔天云浪 扑面而来 以天地为舞台 在光的伴奏中 云水的香炼 演绎出铺天盖地的磅礴气象 这迹象的恢弘 以藏北高原的雄俊和羌唐的伟岸 彰显着四林措的神奇与壮阔 四林措 是在青藏高原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构造湖 湖心 水深三十米以上 属于大型深水湖 四林措 原本是西藏第二大湖 面积小于纳木措 但是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湖水年年涨 渐渐地吞没了岸边的牛栏 淹没了湖畔的房屋 到2010年 四林措的面积为2349平方公里 比纳木措多出369平方公里 就这样 四林措 越居为西藏第一大湖 我国第二大咸水湖 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 初步研究成果表明 降水增加 是四林措 长大的主因 如今 以四林措为中心 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 未经许一本